大家好,又是我未來 今天想和大家玩一款是我近期的 挺喜歡的一款 Karmen Rider 假面騎士 就是這款新一號 新品絕對不算新品 但我是近期新入手 堆了幾個月的貨 今次就寄了過來 寄了過來之後 有機會和大家開一款來玩 外包裝是挺有特別的 我亦都覺得很漂亮 真是漂亮得很膠瓜 遲些如果有機會 我都想追上一隻狗 那個不是狗一號 那個新二號 這個是代理版 看到有外皮紙 我們來開箱看看 開箱之後 配件方面就是 並不多的 最大的賣點就是布衣 手型戰士 我們先把所有東西放出來 其實我挺欣賞它沒有配件這個設定 因為我其實是不喜歡配件多的 你看看 手型方面 看上去可以選擇 一隻點 一對開獎 一對向前指 手指 還有一對拳頭手 那件布衣 是我最欣賞 應該也說這隻新一號最大的賣點 今次是鵬夜壽鳴的 這一齣新的假面騎士,我覺得是蠻特色的 那件布衣也是蠻漂亮的 這些是哪位呢?內床鐵線,可以任你屈 其實都沒有太多說 時間內的,如果是白色應該會很易色的 如果身體是白色的 那我們來看看 這隻眼睛我覺得是有點差的 太過粉了 即是那種透明度並不清晰,而且很假 那就手握動 唯一有點差的,我覺得比不上真骨丟就是這個位置 是用硬膠,如果是用布 像騎士人那種,我覺得是完美的 那就手握動 它的防移色指三張,1,2,3 腰帶都很大 那數體其實已經是接近真骨丟的數體 那如果你說是真骨丟,我覺得都可以勉強叫真骨丟的 那 對 對 那 手型 我應該就直接是 應該說我所有的figure都是用拳頭手刀 那整隻東西的配色呢 這些藍色很到位 那 嘴 如果你嫌太過刷,你可以用高搭筆勾一勾線 那整隻是墨綠色 那 很神奇 這隻新1號並不是限定商品發售 普通街貨 但是新2號就好像是雲限 那 我也應該會追上它,因為有1號 怎麼可以沒有2號呢 那 那 這個位置就很難擠下去了 那 因為球形會走 那 可以了 那 就是這樣 那 還有這裏有些偏實 這個位置 那 那 還有0都沒有問題 那 這個 我自己玩的時候才會撕的 那 那現在我就不撕去 那 那 就穿上一件布衣給你們看 大概就是這樣 有些難穿的衣服 不過 我的問題 它正常應該是 移一移的位置 將手這樣向上 就會好穿很多 那 當然 這些 無論1號 或V3 你們都要小心 就是這隻角一定容易斷 因為是硬膠 撇除這個問題 其實這東西就沒有太大質量問題 簡單來說你們的理解就是類似是 旋轉一個造型 這樣穿進去 你看到嗎 然後 調了下來 之後呢 就要自己轉一轉的位置 出來的效果就是這樣 個人覺得是不錯的 雖然說這件衣服是真的幾難穿 但是 就 我看一下這個位置 真的不錯 有了一件布衣真的漂亮很多 大概就是這樣 那好吧 今期視頻到這裡 我們下期就玩其他玩具吧 拜拜 拜拜